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一切菩萨切盆 诸位比丘大德 尼斯大杰 沙弥七世 大家早安 请翻开讲义 补充资料第九页 户表第六 第九页的第一番 从前有一位老婆婆一生吃醋念婆 但是死了之后妾被黑白无常带到了阴间去了 他见到了阎龙王的时候 很不服气地对阎龙王抱怨说了 我一生吃醋念婆 为什么带我来阴间 阎龙王被他这么一问 也糊涂起来 就向底下的牛将军说了 来 你去把老婆婆的念过的佛号拿过来检验检验 看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了 牛将军立即吩咐了小鬼 把老婆婆念过的佛号用了六的大牛车载过来 当着大众面前用筛子筛检一下 所以也奇怪 老婆婆念过的佛号一碰到的筛子 就像水泡一样 一颗接着一颗都破灭消失了 原来这一位老婆婆所念的佛号都是空而不实 最后在筛子底下只捡到了一颗完整 而且经营剔透的佛号 阎龙王就想 这个佛号怎么那么言论 惊变不已 她就应用神通观察她的缘由才知道 平树 老婆婆念婆都是没有专心打妄想的 只有一次 亲朋大爷的时候 雷殿当中 击中了她家里面庭前的大树 一声大树 应声而倒 她吓到了 就念一句 阿弥陀佛 就那一句 最专心 毫无杂念 这时候 阎龙王 虔诚地向西湾河石祷告 阿弥陀佛 立即放光 接引老婆婆往生去 对了 这个故事是说明 我们念佛 口念弥陀心善乱 大树来时的时候 那作用就太小了 平常呢 我们就是要用功 用功 用功 这念佛要踏实一点 有的用掐珠啊 这个一条108颗的 练没几声就练完了 他怎么练 他用甩的 甩的 接的 一次接了好几颗 十几颗都可以 一圈 练没几声就练一圈了 真厉害 这样念佛 都不是很理想的 大师师菩萨念佛云通中 所讲的都十六根敬念相继 念佛就是要都十六根 一记弥陀 心念 口颂 耳听 听清楚 听清楚就不打忘念了 然后呢 这个一念是一个净念 净念要能够相继 实际层变三四 三神 三神 四神 十句一个循环 接着 入三摩地尔 实为第一 大师菩萨教导我们 才是念佛的下手功夫要这样做 那每一念 每一念都很扎实 当到临终的时候 这个作用就非常的大 那我们上一回呢 那我们上一回呢 讲到了这个第三条的称不受费 修对之法文当中呢 讲到了第七 第七 文里面呢 这么说 sek aquí 正经兴尬言就得语 内容 我互知思维 我觉得 我 fee 我不生净 смер 我持续 并足无脑之处 一剃疏 祝 destroyed 道 四神的翅刻 并不余称席 幼者自己怎麽樣思維 說我不生親近的國土 沒有優老的地方 就像韋提西他向世尊請求 親近的國土沒有優老的地方 就是極了世界 活該誰叫你來 既在此惠土法應受腦 既然有業力感召 投身在惠土收世界 有業 愛不重不生說婆 有業力的牽引 所以法應受腦 法爾本來應該受到這一種 苦惱 因此當中 但因調伍自信 因該調伍自信以求處理 修行 修行就是不問 眼前的是有理沒有理 遇到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業 沒有業就沒有這一些現象 我們要能夠了解這一點的話 我們只能夠說在這個延期法當中 我們怎麼樣能夠求處理 要有法寶 用法來調伍自己 古人說智者除心不除靜 於一者除靜不除心 有智慧的人 遇到的事情 遇到的事情是除心那一念 直走 染著的心 出心呢 心沒有調整 那個業就消不了 到哪個地方去啊 他就帶著走 只要你的業沒有消除 走到哪個地方 天涯海角夜 他就跟著你 跟著你 所以智者除心不除靜 你經常換境界沒有用啊 說我心情不好 到外面去逛一逛 暫時窒息 不是沒有了 每天住久了 又悶了又開始了 腦毛病又患了 始終都是這樣 進進處處的 但是呢 這個業就消不了 這個要調心 調心 一者除靜不除心 沒有智慧的人 老是要順於自己的境界 心不改變 那麼也沒辦法做什麼樣的提神 到天上去啊 也會起煩惱掉下來 所以啊這個呢 修行當中呢 就是要認知這個業感 緣起 有業啊 造感的 業沒有小 這個境界 就沒辦法消除的 所以啊 我們要出行 心要能夠調整好 不應稱筆啊 不應該稱恨對方的 你自己的業 如露吉林 就好像路一樣 荊棘的樹林當中 長的都是刺的地方 法應被刺啊 誰叫你進去 但求免錯啊 不應稱筆 當中只是想辦法 趕快啊 能夠離開那個境界 不應稱筆啊 不應該啊 說啊這個刺很可惡啊 怎麼老是刺我 因為我們有業 有業 那我們這個心呢 是非常的要緊 所有的話都是心事所變現的 遇到的事情呢 看你內心怎麼想的 你要想通了就沒事了 想不通呢更造業 將來還是一樣 苦不苦不完的 再來第八呢 護思維 我自華菩提心 為一切眾生呵護重擔 色第一苦 尚為他受 況是小苦 遂為本事而不能忍 若我不忍 則自不調乎 何能令他捨出煩惱 顧病症 那又更加的思維啊 自己啊 發了大心啊 要利益眾生的 所以我最初呢 在三寶面前 發了大菩提心 要為一切眾生呢 成敗現現 跟究竟的安樂 呵護我重擔 呵護了 這樣的一種重擔 使令眾生 能夠離苦得究竟的 那這是我應該做的啦 假設呢 是第一的苦 尚且要為利益眾生呢 為利益眾生而承擔 接受下來 何況是這一種小苦 那 就呢 乖為原本的試驗 而不能忍受呢 假使我不能夠忍受 那麼自己就不能夠調乎 自己不能夠調乎 那又有什麼能力啊 使令他 有情眾生 捨出煩惱 就沒有那個功德力啊 所以啊 顧不應承 並改成這個 承恩行 在地球 互更思維 我今修寫 諸菩薩行 菩薩行中 忍行為罪 慈懸苦行 不能及 慈行要有腦海方程 若無彼 我行不成 彼能失我大行 因乎愧瀉 若不禪瀉 亦乎生前 何乃被恩緩生 撐腦 甚為不可 經營提伯達度 為大善之士 失之為也 又進一步呢 更加的思維 說呢 我現在啊 修寫諸菩薩行 菩薩的大行 六度萬行 菩薩行中呢 忍行為罪 行菩薩道當中 當然呢在人間 在人情當中 在眾生的境界當中呢 去行菩薩道 激功雷德 而這當中呢 眾生的境界不是說 都是那麼一樣的條順 剛強暴惡的眾生 還是非常的多 所以啊 這當中難免呢 會有一些抵觸的境界 但是呢 忍行為罪啊 那麼要建立功德啊 就要能夠忍受眾生的欺負 所以啊 忍入菩羅蜜 是最為要件 也是最為殊勝的 也是最為殊勝的 除磁戒苦行 不能及 磁戒苦行 手不能及 《易教經》當中所講的 忍之為的 慈戒苦行 手不能及 那麼忍入的功德啊 這個慈戒 前面呢 你能夠慈戒 能夠布施 也都很好 都很好 但是呢 慈戒 不一定能夠忍 修忍入的人啊 他能夠慈戒 能夠安忍啊 能夠修布施的 所以啊 這個忍入的功德 它是最為殊勝 就像一個倉庫一樣啊 他能夠呢 射手前面所修的功德 涵養它 包容它 不讓它失去的 痴心要有腦海方程啊 漏無筆腦 我行不成 這個忍入菠蘿蜜啊 是要有眾生的腦海啊 才能夠成就的 假使沒有眾生的腦海啊 那我這個忍入菠蘿蜜啊 就不能成就 沒有眾生你跟隨人啊 所以正道歌裡面所講的 說呢 不應棒善起厭勤 何表無聲持忍力 不應棒善起厭勤 所以呢 菠薩道當中呢 修行裡頭 對面對面對眾生的境界啊 假使呢 不是因為眾生來毀謀 幫善呢就是毀謀 而自己啊在這當中呢 那不生起厭勤對立的心 有這樣的這個境界的壓迫 自己啊能夠調伍之心 始終保持著理性的 不生厭勤對立的心 那假使不是這樣 又怎麼能夠表示自己 慈悲忍入的力量呢 比人失我大行 因忽虧欠 那這樣說來啊 對方就是不失我成就大行 人路波羅蜜啊 應該更加 要很慚愧的 來感謝對方的恩事啊 假使呢 不慚愧 感謝對方 也虧負了對方的恩 而有深重的罪過啊 又怎麼可以啊 被恩 反而生起稱恨 哪害得行 對對方也稱恶得行 甚為不可 《法華經》當中說的 提伯達都為大善之士 是認受 由提伯達都那大善之士的緣故 使我成就啊 記住這六波羅蜜 慈悲喜舌 三十相八十隨行好 以至於四八部共法 種種神通道理 春等正解 廣度眾生 都是因為啊 提伯達都善之士的緣故 這個呢 《法華經》當中呢 試著這麼開導 提伯達都是善之士 《法華經》當中呢 《法華經》當中呢 怎麼兩個都經常在一起呢 可見啊 提伯達都是逆行的菩薩 他不是真的大惡人 真的大惡人照著就墮落了 怎麼還能夠跟四尊在一起 生生生世世在一起 都是害四尊的 這逆行的菩薩要成就了四尊的 冷落波羅蜜 成就讓六波羅蜜啊 使令他早一點成火 用心良苦啊 可能諸位在身旁都有提伯達多 但是大家要體會出來 也體會出來才有功德啦 不然呢 這個就是傑而言不好 再來呢 歷史 互更思維 因緣無性 今吟 有手刀唱 基於我身 故得成達 我今不應恨成 疑於他 解吟 有筆成達 則稱筆者 亦有惟有達 何不自稱 又打從言其 畢無知性 無知性故 則畢竟空 能打所打 既無所有 忍喪不利 何得有成 法既經吟 知稱等揚焉 仁亦無熟人 失意經濟吟 身怨即一刀杖 皆從世大棋 於地水火空 未曾有傷神 色節節解身 其心常不動 知心不在念 依乎不身外 諸法念念魅 其心常不利 疑種無罵路 亦無有恭敬 這個道理很好 歷史 叫我們觀察法體 互忍思維 又更加思維 法性的道理 因緣無性 所有的法都是因緣所生的 假借諸多的因緣所現出來 所以拳頭 拳頭有沒有 拳頭 拳頭是什麼呢 拳頭是五個指頭 有五個指頭的因緣 湊合 所以拳頭出現了 所以拳頭 拳頭是因緣身 因緣身就是無知性的 沒有拳頭的自性 就是五個指頭而已 所以說因緣無性 因緣所生化 它本來就是沒有自性的 底下說呢 精銀有手刀杖 基於我身 故得成打 由於對方的手 刀子啊 夢杖啊 再加上我這個身體 這樣因緣湊合起來 故得成打 所以才成就打的這個象狀 打的這一雙世界 既然是因緣法 我今不應恨 就是不合理的稱恨你 對方這個眾生 這道理啊 解釋這麼說 有筆成打 則稱筆者 一由我 有打 何不自稱 因緣法當中呢 因緣法裡頭 因為對方的手啊 刀杖啊 而成就打的事情 打的象狀 那我們呢 就稱恨對方 這樣的話 那 這當中呢 也有一份呢 也有這個身體啊 因緣法嗎 我也有一份啊 那這樣呢 也由於我的身體 而有成就打的事情 那為什麼 不自己稱恨自己 那要打從緣起 這個打啊 是從因緣際合所生起的 因緣神法呢 必有自信 必定沒有那個自信 無自信故 所以啊 是必經空 必經空之 能打 所打的 既然是無所有不可的 那當中呢 忍尚不利 何德有稱 當中呢 忍弱 尚且不能成立啊 那都是必經空的 跟隨忍 有什麼可忍的 那沒有忍 怎麼會有稱呢 更何況這個稱 後面的人都沒有 前面的稱 那更不可能有 法系經當中說了 知稱等揚焰 仁義無所人 知這個稱 稱行 稱呢 這個事情 等於揚焰 揚焰呢 比意不真實 什麼叫揚焰 這個夏天的時候啊 太陽高照 照著那個高速公路啊 你在開車的時候 看了前面 哇 一灘的水 但是你車子一直往前開 到了 這個樹 這個電線桿 沒有水啊 水又在前面了 一直開一直開 始終見不到水 那是呢 因為地表啊 因為太陽照射 產生了水蒸氣 我們眼睛呢 錯誤了見了 是一潭水 其實是沒有水 那個像啊 是因緣生 因為熱氣啊 所產生的 沒有真實性 沒有水的真實性 這個叫揚焰 揚焰 可露出揚焰呢 比意不真實 撐呢 這個撐心就是不真實 有事情的結合所產生的 這樣呢 忍義無所忍 因為有撐 接著才有忍 撐等揚焰不真實 忍也無所有人 也沒有忍 十一經濟 十一幻天所問經裡面 宋頌這麼說 身厭及道道 implicit從事大起 身體 仁甲 還有當中呢 所應用的刀子啊 木掌啊 一個是內在大 一個是外在大 都是由四大所撐起的 都是四大 身体跟烟架都是内四大 刀杖这些是外四大 就是四大 对地水火风四大 未曾有损伤啊 就是四大伤害四大 怎么伤害呢 就是四大而已 无所损 无所损 这个叫做法人 思维法人 属于法人 色解解解身 假设有人来解解 肢解我们这个身体 其一心常不动 身体就是四大 本来就是四大 四大本来就说 配上你怎么肢解 就是四大 对他无所损伤的 对他无所损伤的 不走向 其一心常不动 这一念心呢 这一念心呢 知心不在内 医护不生外 这一念心有真实性嘛 知心不在内 内就是六根 心不在根啊 六根 医护不生外 也不生于外面的六层 也不生于外面的六层 而不是从那六根 外六层所生的 这个心呢 心是阴眼神啊 所以啊 诸法不自身 不踏身 不共生 不无言神 四性推荐入无神 所以是无神的 不无音神是阴眼神 阴眼神就是无神了 自性本空 所以啊 诸法念念魅 其性常不利 一种无骂入 亦无有恭敬 诸法念念魅 所有话 这些话都是阴眼神 阴眼神 这阴眼神当中所讲的一切话 是当初出生 随处秘境 当初出生 就是阴眼俱合 他是神的 随处秘境的 当下 当下呢 是阴眼的绰合 随处秘境 他是无神的 无神 所以诸法是念念魅 因为啊 因为啊 每一念 每一念呢 也都是阴眼神 都是无知性 就是刹楼刹楼的生命 刹楼刹楼生命 奇异性常不利啊 无知性的 就好像瀑布的水流 瀑布的水流 我们看似一条啊 其实是每一颗每一颗的珠子串联起来的 每一颗每一个串联起来 而这个瀑布是自信空 每一颗每一颗的珠子也是阴眼神的 它当底就是空的 那么后一颗的珠子没有超越前一颗的珠子 每一颗每一颗都安住在空性当中 所有法都是 你看啊 在延起法当中 是刹楼刹楼的变化 但是其实是不动的 不动 我们无量节的生死人为当中 此生彼死 此死彼生 这样转来转去啊 流转长时间呢 其实我们的佛性没有动 没有动的 不动不变 参差经理人所讲的 不动不变 所以其意性常不利 无自信的 一种无骂路 一无有恭敬 这当中呢 没有骂路 也没有恭敬 所有的话都是假名安利 假名安利 求其自信呢 本来是不可得 无所有不可得 这个呢 是观察法人 观察法人 这个就比较深了 从维世的角度来说啦 舍楼法是自辨自言 自辨自言 维世论当中所讲的 说呢 曾无心外法 能以心为言 但有自心身 还以心为相 曾无心外法 能以心为言 曾无心外法 就是曾经没有心外的法 不曾有心外的法 能够给予心作为所缘的 外法就是相分 能源的就是见分 但有自心身 但有自心身 这个心呢 有自真分 变现了相分 然后呢 还以心为相 那么相分呢 显现见分 又见一分 来攀岩这个相分 但在见相而分呢 都是心的字底分 但它的作用 所显现出来的色用 规体 就是一世 叫唯心 叫唯世的道理 叫唯心 叫唯世的道理 都是自心 其自心 所以菩萨行者 应该多多的观察法体 本来都是不真实的 必经空极 因此也就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够忍 都能够安忍 忍辱非常要紧 古人讲忍辱以及大德 忍辱能够累积 大的功德 由忍辱而来射射所有的功德 忍辱波罗咪很要紧 好 这一条戒我们就收获 其次呢 我们要说明的是底下一条戒 我们安居过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第八堂课 今天第八堂课 后面还有四十三条清界 还有一些重要的话 我们就顺着来说明 第二点 人而集市的邦乱政法界 邦乱政法 讲义第八页 序公的讲义第八页 邦乱政法界 也就是说呢 对佛陀的政法加以毁谤 或者加以混乱 使令的政法不能够显扬 我一大师呢 在幻王合作当中说呢 说这一条戒也称作 邦菩萨藏 或者称作邪见邪说戒 邦菩萨藏 也就是这里所讲的 相似法 相似法 我们看这个戒文 露珠菩萨 邦菩萨藏 先手 开始建立相似政法 我们看这个戒文 露珠菩萨 邦菩萨藏 先手 开始建立相似政法 一相似法 获赐信杰 或随他传 是名帝是他生出法 在讲义当中讲到 说呢 持有邪见烦恼而患 这一条戒是由邪见的烦恼所违患的 邪见 升起邪见 《维士论》当中说到 邪见为邦因果作用实施 即非事件诸于邪子 如真上言明亦骗故 此见差别诸见即中 有直前即恶无因论 那么 世有边等 不始交乱 即即以后继 无限内盘 或即自在 世主 世 犯 即以物类 常恨不易 或即自在等 一切无因 或有恨继 诸邪 解脱 或有望直 挥道 为道 诸 如是等 皆 邪见舍 诸《成为事论》当中讲到 邪见 什么意思呢 为邦因果作用实施 也就是说外道 外道在禅定当中 他见到了 这一个一生行善 但临终的时候 起了恶恋 堕落到 这个畜生道 当蛇呢 当蛇去了 他出令之后就说了 这世间上没有因果 善也没有善报 恶也不会得恶报 生命是没有诡则的 完全是自然而有的 所以他就是邦没有因果 那邦没有作用是什么呢 说善恶业 并没有善恶业的果报 这个作用没有这种的作用 邦没有业力的这种作用 邦没有实施呢 也就因为我在禅定当中亲自见到 一人一生当中行善 死了 堕落蛇身了 哪有什么因果实施呢 没有 这个邦没有实施 学见 以及非事见 诸以学见 学止 非事见 不是事见 这四见就是身见 边见 见取见 戒取见 非就是这四种见以外 属不属所的都归于邪见 所以说诸以邪止 其他的这四种见以外 诸多其他的偏邪的执着 都是属于邪见 如果真上言名义骗过 就吉利来说 如同这个圆 有所谓的因圆 所缘圆 等如间言 真上圆 其他圆 守不守舍的 通通归到真上圆 所以真上圆 他的名义普遍 他比较广幻的 因圆 守圆圆 等如间圆 守不守舍通通归到真上圆 属于真上圆的 那以这个来比例 邪见 其他四种见 守不守舍通通归于邪见 这邪见呢 他就比较广幻的 此见差别 这一种邪见的差别 在诸见器当中 有执着前迹 前迹 前迹首起的恶无因论 还有是有边论等等 还有执着四种不死交乱 以及记着主张后继当中 所起的五线内盘 或者执着大自在天 四足 还有第四天 大幻天王 以及其他物列 通通是长恒不变的 长恒不变 或者执着大自在天 等是一切物因 是一切众生 他的声音 都是大自在天所生的 或有横迹 诸多偏邪的解脱 或有希望的执着 灰道 而作为是真正解脱的正道 诸多 如是等等 上头所说的都是属于邪见所说色的 现在棒菩萨藏建立像是正化 也就是说他内心当中 怀着邪知邪见 三种夜道当中 这是属于于此的夜道所说色的 露知菩萨 这是属于能患的人 棒菩萨藏 讲义当中说 未有邪见父亲一大乘空有法教 不善通达 或知性有 或计断无 及作种种邪妄济职 皆明毁棒菩萨法杖 棒菩萨藏 也就是由于邪见覆盖的真心 我们的清净心 对于大乘当中所讲的空有恶地 就是真俗这恶地的法教 不能善巧通达 有时候他会认为 为什么佛陀这里一下子讲有 那里又讲空 好像逗不起来 就不善通达 所以就执着一边 或者执着体性是有 都是有的常见 或者执着是空 什么都没有的 是断见 以及作种种邪见希望的执着 而自己有这样的心 然后还要跟人家说 这是谤 诽谤菩萨法杖 相似正法者 爱要先从开示建立相似正法 这相似正法 也就是意义外道 以及二圣身闻言解 或者一分大圣的教义 沾到一点边 但还是属于不了意的 希望的执着为真实有 或者执着都没有 升起常见或者断见 说来好像是有本有据 但实际上逗入了爱见的罗网当中 见识而后里头 是是实非不符正理 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 然而实际上是不对的 所讲的所思维的 这个都不符合于正理 当时说相似正法 即棒菩萨奖 非必扬言 毁波 毁智 而后名为棒菩萨奖 而我们应当了知 说相似的正法 很像相似的正法 很像一正法 这个就是棒菩萨奖 不一定要扬言出口 来诋毁波斥或匪智 而后才称作是棒菩萨奖 只要是把不是正法 而收成相似正法 那就是棒菩萨奖 那肉依相似正法 身心保万 习近未走 世民爱药 本有此受 从未举扬 世民先受 推产增广令解其意 名为开世 自创新受 别臣宗旨 名为建立 假使对相似的正法 身心保万 像保物一样 真爱 然后万就是学习 学习 那习近未走 习近就是 亲近来学习 爱未染走 这个叫爱药 叫爱药 那欧子说呢 你悔骂菩萨奖 这个罪还烧情 为什么 因为你骂嘛 人家一天就知道嘛 那因为他不能够霍乱 霍乱人性 那要说相似正法 这个罪 就非常的重 因为啊 罪能够一物众生 你不是正法 认为他是正法 那么又有两种情况呢 容易说相似法 两种情况 第一种 基尔说呢 他在熟的时候 在熟的时候 还没出家前呢 有许多才华 技能 出家之后呢 稍少设例经典 而后来呢 忙于世间的福业啊 他没有再更深入啊 这个经兆 那一直忙着世间的福业呢 时间久了 对佛法 也有一点的体会 但是没有深入啊 这种情况 容易说相似法 是自己想的 是自己想的 第二种 不看经教 好修禅定的 后来啊 在禅修当中呢 自己也有所体会 那这种也容易说相似法 不看经教啊 就去修了 对啊 你要认真地用功呢 自己也有一些体会 但体会啊 你没有教肌印证 有的是错误的 错误的 所以啊 经教是修行的人 他的眼目啊 我们应该以经教做标业子 做标业子 只是我们真实修行的初要 怎么能够呢 得到胜利地啊 所以因此呢 学佛修行 我们就是要在戒定为三无六血当中啊 去栽培善根 这个才是正道啊 这很要紧 所以啊 要是呢 在相似的正道当中啊 身心保万 学习 习近畏着 那就称作 哎呀 本来啊 就有这种的说法嘛 你再重新呢 为他来举阳 那这个叫先手 进一步啊 再推展 产阳 演修 演修 使用他增广 普遍 使用所有的人啊 都能够理解他的意义 这个叫开示 叫开示 而呢 自己啊 创立新的说法 标心利益啊 别成宗旨 另外成熟 这个自己的宗旨 这个叫建立 叫建立 如是菩萨呢 一所爱要 先手 开始建立之 相似正化 或是由于 自内 不如理 作意分别 而其 此学 信解 是位 邪师 或是 从他 学识 听闻学教 由是随他 而转 其诸 邪子 是位 邪师 弟子 就是两种情况 说呢 如是菩萨 对所爱要先手 开示 建立的相似正化 那么 两种情形 第一种 或者是由于自己 内心不如理的 做意分别 而生起这样的 偏邪的信解 那么这种情形就是 邪师 偶一大师呢 《戒本经》当中就说 这意思就是说呢 意见穿着 邪物发明 意见穿着 对于啊 经典当中的意理 不正思维 是穿着 互惠 邪物发明 哦 经常思维啊 也有所体会 但他这个物啊 不是正物 是邪物 《戒物》 《任言经》当中所讲的 邪物发明 那就以他个人的意见啊 加以组织啊 自己编出一套的道理 邪物发明 他所体会的道理 跟佛陀的正法呢 是互相有所观为的 不是正物 是邪物 邪物 后世呢 从他 或者是从他 其他的邪师 来听闻邪教 由是因此 随他邪师而转 生起诸多偏邪的执着 这个就称作邪师的弟子 那么欧主呢 就说呢 邪师的弟子是怎么样呢 领纳邪教 奸党邪师 领纳邪师的教法 邪手 邪法 而且啊 坚定 以邪手 以邪手的人 作为他的主人 以他为师啊 所以监党 监护 以邪师作为盆党 这两种情况 一个是自己发明的 一个是从他人听闻的 都是偏邪的执着 是指邪政不分呢 不但有害菩萨正知正见 且能令众生忙无会目 如是菩萨 即是为他邪见烦恼之所胜负 事故说明第一次他胜出发 像这样的邪政不分 而且啊 还爱要先说 开始建立 不但呢 有害菩萨的政治正见 菩萨道当中呢 有两个 第一个发菩提心 第二要记住政治见 那你这个当中呢 不既有政治正见呢 那你接触的人呢 损害就很大了 所以说呢 不单只是有害菩萨的政治正见 而且能够使令呢 一切众生呢 盲无会目的 一无众生呢 如此呢 这位菩萨佛子 就是被他这个邪见的烦恼 所圣服的 因此说呢 他是呢 第四的他胜出发 犯了第四种他胜出发 《禁言承患》当中呢 讲到 第一个是众生 向上中二境 来办菩萨叉患众 要向下境的众生 其他逝去的众生患青 第二呢 众生想 知道了 前面呢 这是人 知道了 众生想 第三呢 异守心 想要先守 这个邦乱正法的心 就是说呢 邪见推求分配 分配之后呢 就认为 我所执着的是真实 其他都是希望的 既然心存希望的理解 又喜欢呢 向人来先守 这一守的心 是最主要的 心呢是造业的主因啊 第一是正土守 自守 或者使他人 他人来传守 或者做成书啊 都一样 第五 前人凝结 你口说 他纳授你的血缘 或你做成书 他书打开呢 发起理解呢 每一个每一个都结缀的 每一种情形 那会先守呢 会讲这个相似法 当然呢 第一点 他心念呢 发心呢 有问题 有问题 幼者 他用功的时候呢 不能够尊重法 随意 不装重 所以啊 鬼神扰乱啊 他业障起现行啊 没有善神来拥护他 如果我们呢 在用功的时候 尊重法 诚心的学习 那么善神拥护的话 他就能够远离啊 诸多的障碍喔 诸多的障碍喔 诸多的障碍 这一点呢 倒是很要紧呢 在 《摩荷波罗波罗密经》 《大品波罗经》当中呢 有这么说到 说到当时 司体凡因呢 他丙白佛陀说了 四尊 是善男子善女人 受此 波罗波罗密乃至正义念 不离萨波罗心 共有波罗波罗密 恭敬尊重 花香乃至祭业 我常当守护世人 师弟欢迎 他丙白佛陀说 四尊 善男子善女人 善女人 他受此 波罗波罗密 乃至在正义念 用功 不离萨波罗心 就不离菩提心 供养 波罗波罗密 恭敬尊重 以花香乃至于季业的供养 那这样的话 我常当守护世人 他用功 我就来守护他 佛陀告诉师弟欢迎说 教师家 就是师弟欢迎 四尊男子善女人 一读诵说 四波罗波罗密 时 无量百千诸天 皆来听法 四尊男子善女人 说 波罗波罗密法 诸天子 益其胆利 是诸法师若疲疾不易收法 诸天益其胆利故 便能更说 那大致论当中 隆士菩萨就解释说 问耶 说天上自有菠萨 为什么来到人间 收法人的地方 益其胆利 就增加他的胆识力量 这样呢 回答说 说天上虽有菠萨 但诸天怜悯众生的缘故 所以来了 下来人间 而天人来了 恶鬼就远去了 而争议法师的感受力量 令其要所菠萨 又使令众生更加的信静 相信 恭敬 因为这样的缘故 诸天来了 又有人说 天甘味 唯戏 詹恰 就是非常的唯戏 能够滋论 滋论 能入于人的毛孔 然后使令三男子 四大诸根 柔软 轻力 乐有所说 就是你真的用功的时候 天人呢 加持你 帮助你 接着呢 有一段 有书写 受此经见 所在之处 三千大千世界当中 所有诸四天王 发菩提心的 他都来到你的地方 见菩萨菩萨蜜 然后呢 受读送收 那供养礼拜 走了 乃至到这些 互此教师家 十方世界中 诸四天王天 乃至广果天 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及敬集天 并以诸天 隆归神 千达伯阿修罗 加罗罗 吉那罗 摩护罗解 亦来见 波罗波罗蜜 受读送收 供养礼拜 还起 乃至到禁集天 五禁集天 还有其他的 诸天龙 天龙鬼神 千达伯等等 天龙八部 也是来见 波罗波罗蜜 受读送收 供养礼拜 然后回去了 教师家 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诸四天王天 乃至阿加尼扎天 即十方世界中 诸四天王天 乃至阿加尼扎天 法阿亮多三秒三菩提心者 永护是善人子善女人 诸恶不能得变 除其宿命重罪 所有诸四天王天 乃至顶天 阿加尼扎天 射究竟天 阿加尼扎天 射究竟天 阿加尼扎天 这些法 菩提心的天人 都拥护善人子善女人 拥护他 所有这些 惡业啊 障碍啊 惡魔啊 惡魔等等不能得变 除了他 宿命重罪啊 接着一段呢 佛陀高树啊 四地法人 教师家 有三男子善女人 见大净光明 或者呢 文艺妙香 必知有大德 诸天来 见 波罗波罗蜜 受读送说 供养礼拜 时 父子教师家 三男子善女人 行静节故 诸天来到其处 见 波罗波罗蜜 受读送说 供养 欢喜礼拜 世中有小鬼 辈啊 及时出去 不能堪认是大德 诸天 威德故 已是大德 诸天来故 是善男子善女人 生大行 已是故 波罗波罗蜜 所住处 所安住处 世面 不应有诸 不敬 应当燃灯烧香 闪中棉花 种香涂地 种盖床桓 种种掩饰 就是说了 那么你要用功的时候 或见有大净光明 或者秀闻到很奇特的妙香 必定了之 有大德 诸天来见波罗波罗蜜 受读送说 供养波罗波罗蜜 礼拜 当中有些小鬼赶快走了 跑了 不能堪认大德诸天 威德的严故 那么因为大德诸天来的严故 是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心就升起广大心 那个磁场的影响 因此之故 波罗波罗蜜 所安住的地方 世面不应该有诸不敬 应当燃灯烧香等等 种种的庄严 那么大致的论 龙树菩萨就假设问他 说问也 人身不敬内冲 外敬何意 就是解释啊 善男子善女人 行敬皆故 所以人的身体啊 里面都是不清净的 那外表弄得很干净 有什么利益呢 外表 外在弄得很干净 有什么利益 回答说 敬其以处处 其以衣服 则外无不敬 外无不敬故 诸天欢喜 所以将这个住处整理得很干净 以及衣服等等很干净 这我们用功的时候 在世俗力当中也是很要紧 有的人不喜欢洗澡 他是流汗很多 又有臭酸味 咸鱼的味道很重 他也不患 他这样用功啊 诸天不来 善神不来 不来拥护你 所以这里讲 静其以住处 即以衣服 则外无不敬 在外相上没有不干净 没有不清净的 这一点很要紧啊 很要紧 所以我们流汗了 应该洗澡 就要洗澡 不然的话 就要擦一擦 擦干净 这个衣服要脏了 要换 不要半个月换一次 或者两件轮流穿 穿一个月再洗 这个都不好 所以龙世菩萨说 外无不敬故 诸天欢喜 你外在没有不清净的缘故 天人欢喜 譬如国王大人哪一处呢 秦戏庶明必去 小孩小民小老百姓赶快走了 诸大德天来小鬼去一如是 大德天来 这些小鬼都跑了 大天威德众故 救助小鬼必去 试诸大天来尽故 世人心则清净广大 有影响的 大德诸天由威德隆重的缘故 救助的小鬼赶快跑了 避开走了 因为大德诸天来清净的缘故 所以这个修行人 他的心就非常的清净 尺寸非常的好 这个心量就能够发出来 广大心 行者若意令大德天来 当如今所说 修行的人 假使想要使灵大德诸天来 来做什么 来守护我们 不是你很行 不要错误了 来守护你 遮掀那一些障碍 恶鬼等等的障碍 当如今所说 应当如今当中所宣说的 你用空的地方 世面不应该有助不敬 住处 衣服 我们都要干净了 诱者 无处噩梦 梦中 见诸佛 三十二相 八十随星好 等等 种种的好相 教师家 是善人子 善女人 见如是善梦 沃安 绝安 诸天 义其其力 自觉 身体清便 不大贪着 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一事供养 其心轻微 譬如比丘 坐禅 从禅定起 心以定合 不贪愁饮食 其心轻微 何以故 教师家 诸天 法应以诸位之经 义其其力故 十皇诸佛 其天龙鬼神 阿修罗 千达佛 佳罗 吉那罗 摩霍罗且 义其其力 先说佛罗 我们讲先说佛法 都一样的 有这样的功德相 善男子 善女 说法的时候 终没有脾气 自觉 自己感觉 身体很清 心 非常的 法乐 有法乐 随法 而演习 睡觉 起来 都非常的安允 没有种种的噩梦 假许有做梦 梦中见诸佛 三十二相巴士随行 种种吉祥之兆 教师家 善男子善女人 见这样的善梦 睡觉非常的安稳 醒来也是非常的安允 诸佛 义其气力 争计他的气力 他自己就感觉 身体非常的轻便 不大贪 足以饮食以衣服 握具一样 这四四 不贪足 这个心非常的轻微 所以就好像比丘坐禅 坐禅 接着从禅定起 心跟禅定的势力 还有那个势力在 所以心跟禅定相合 那个势力 还有势力 所以不贪足饮食 其心轻微 为什么缘故呢 教师家 就是尸体反应 诸天法应 法尔应该以诸位置经 所有饮食的精华 然后义其气力 争议这个修法者 他的气力的缘故 食王诸佛及天龙鬼神阿修罗 天龙八部也一样 争议这个修法者他的气力 大制度论隆士菩萨就解释说 说恶鬼远气的缘故 身心轻便 大德诸天来了 恶鬼远离了缘故 所以身心轻便 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要是恶鬼来亲近 使令人的身心就有负担 有负担 譬如 禁称慧的人 就使令人家就有称慧心 禁以美色使令人好色情罚 这个修行的人 修法的人 内外饿了阴言 远离了缘故 所以睡觉很安稳 醒来也是非常的安稳 没有诸多的噩梦 假使有梦 但是见诸佛种种的类像 如经典当中所行所得 这意思呢 因大品波罗经呢 达志顿当中的说明 就告诉我们修行 修行当中 花心是一个呢 再来 我们在用功当中 一切要如法 一切要如法 你随随便便 你不尊重法 得不到法的利益的 再来 善神不来啊 恶鬼亲近啊 那就会产生毛病了 有障碍 有障碍的 这是呢 讲到这个邦乱正法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不善思维 还有另外啊 他对法也没有尊重的性 容易出差错的 好 那个时间呢 刚好一个段落 修对之行啊 我们下一堂课啊 再加以说明 向下闻常回来日回向 请不容计 我见识 我变得很快 如果你给你 下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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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